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天爱天的常徽师傅 我今天和名部读者Eva去街市买菜 程师傅,你好 我们今天做梅菜蒸鸡 师傅,我们待会做蒸鸡球 是否要加芽菜 梅菜,用甜梅菜 甜和咸有什么分别 咸的就鲜色一点 甜的就深色一点 通常咸用来做海鲜 现在甜的用来煮猪肉、牛肉、鸡肉 你拿上手,又重一点 多肉一点,粘粘一点 这些没那么多 我们选择多肉 我们选择多肉 多一点,好吃一点 梅菜买回来之后 我们用水浸洗它 大概浸20分钟左右 然后拧干它,用阴力 然后切粒被溶 葱也是,切断被溶 葱也是,切断被溶 然后去顶,去鸡脚,去鸡尾 去鸡尾,斩合适合的尺寸 斩了之后,我们下调味料 拌均匀 腌它五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用海叶出来 那样适当的尺寸 就用水,用毛巾印干它 然后铺在笼的上面 海叶有深色、浅色的 我通常用浅色铺在上面 因为深色的,可能会有点脱青 然后我们烧红一只锅 然后放梅菜进去 轻轻烘干它 再放一点调味料 然后拌均匀 倒进去备溶 我们拌均匀 然后铺在荷叶上面 整齐一点,不要重叠 蒸的时候就快熟一点 然后我们再放那些 铲好的梅菜在铺上面 蒸它八分钟 蒸好之后,我们就放好切好的葱段 轻轻烘焗它 这样就可以了 家里未必有蒸笼 我们通常用不锈钢碟 或者雅碟 如果我们用雅碟 要蒸多两分钟 因为传叶没那么快 哦哦哦 嘿嘿嘿嘿 哦哦 哦哦 哦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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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